我们有些朋友都未必有机会去大学读书 又或者是可能有些现在刚刚中学 有些现在他们读读一下书就不用继续读 去那些天才训练班 他们未必有机会学到 他们未必学到你说那些什么批判教育 那变了很多时候就很容易是贵的 批判地接受这几个字 就不是纯粹一般大学才搞的 其实是林语堂以前我们有读中文 读到中午考会考的中文 以前会有语文科 中文是要考一些科程里面的编排 是要考一些类似于你看完读完几十 读了中四中五读了四本中文书 它有很多课本里面的文章 就是比较熟悉的文人写的文章 有文言文有白话文 其中一个我记得好像不知道中四还是中五 好像中五 其中一个课就是读书的艺术 提到其实你读书的时候 你要有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 接着在看文章和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有批判地接受 批判地接受就是说 别人跟你讲任何东西 或者你看任何文章或者书本 无论那本是龙虎炮也好 马经也好 或者是一些真的文学的 有价值的东西也好 你可以学过过程里面 你是应该知道这些东西 在你自己的道德价值的标准也好 在你自己的 你个人的道德观念 又或者你自己个人的理解里面 又或者是社会的诠释里面 我们是应该要学一下 去理解 对方说这句说话 或者这本书 他想带出的信息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 有脑地 用脑想过才会接不接受 什么都可以看的 去到某个年纪 我觉得每一样东西你不妨去接触一下 最重要是什么 你不要迷上去 迷就是一个问题 好像有些人说 什么是迷信 信仰上面什么是迷信 当你迷了那样东西 你就不会懂得去批判地接受 师傅说的东西一定对的 那些 为什么我会听 就是去学佛 在佛教里面 其中有一份经典 是说明佛陀说的 你不要信我说什么 你不要信经典说什么 你不要信我说什么 你不要信我说什么 你不要信你的道师说什么 你不要信什么 你不要信什么 你信你自己的体验 信你自己的经典 这些是真正的证信 师傅说的一定对的那些 那些叫迷信 是 是 那他推你去死 你不能去死 那些叫邪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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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相信 师傅不会骗我的 但是他又叫我去那些 和他共修 你坐那些傻子 是吧 那些不是共修 共修不是问题 他和你去商修 那些就死了 是 共修就是一起去修行 没有问题的 共修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他跟你说 我和你搞商修 你死吧 我心想哪位 你用脑去想一想 虽然他可能披着一件袈裟 或者他剃光了头 终于此 在外相上 他很像一个师傅 但是在行为上 原来一点都不像 那他自己是否应该 用脑去想一想 究竟这个人信不信一个呢 又或者他某些行径里面 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 真实的出家人 又或者一个 一个我们叫宗教领袖 或者宗教人士 就是 譬如有些神父 他就拿一些兽子来搞的 大哥 那你做什么了 嗯 他已经迷惑了他自己 信仰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人 像你所说 当他迷了进去的时候 他就不会懂得说不好 不会责疑 那个人做的所有事情 正如你刚才说的 就是他每说一句 他都深信不疑 就是这些才是大劑 我明白 我现在就是在说 其实在我们 无论在我们认识朋友也好 或者我们去信一样东西也好 或者我们去学习 或者我们去上班 有一个团队 无论你去到哪一个环境 我们就是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脑 去分析一下 在我们自己的能力 或者甚至乎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处理不来 那时候 找一些你认为可靠 而你信賴的人 去和他讨论一下 那件事 其实是这样的 回家 但是你建工你不用急的 在你做不到那份工之前 你可以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 他叫我去银行做银行认证 身份证 那家人应该懂得去处理 那我相信 有家人始终都会见过工的 是 就是你父母 可能他不用做的 也可能有些儿妈姑姐 表兄弟子妹 什么什么 同学 徒师 社工 什么都有很多可能性 或者是上网搜索 现在建工什么要做身份证 什么要银行 就是我连登岛居座都可以 不是的 有些儿子去见工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不想公 家人烦 就是不说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实例 或者有些儿子被人滚去做那些传销 那些 最多的 就是我抓你去听完那些传销之后 就是叫你不要跟我家人说 最流行的嘛 这些都是他们中伏的原因 如果犯亲任何人士跟你说 你不要跟家人说 那些人你第一个不要相信 第一个 是 有什么人亲不过你自己的家人 不要管你你关心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都要害 那我真的不能帮你 就算是你人生的不幸 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真的被家人害 他真的害你 那人的人生是不幸 但大部分家人都害你 他最多是你冷水 就是他一盆冷水淋下来 我轻盒盒 我打算我发大财 我这次潮消一定行 我投资多少十万 我就可以多少 或者我投资零冬金 或者我中一百万 每个月派十万息都可以 那些冷水淋下来 哪有这么大小子 去街上跳 这些是总金骗人 什么什么什么 但不了是什么 但不了是你的热度降低了 但是我听到这个热度降低的时候 我同一时间都会去想 为什么我家人会这样说 是不是那个人真的有问题 或者这个办法就是有什么问题 反思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 有些人给我们的回馈 就是我们英文叫feedback 那时候听到好听的 就是顺耳 就是想叫飘 但是当时 当时永远逆意 这些负口永远有两样 那么 在你那一刻 你那一刻 降低你的温度 不要说是淋色 那一刻 其实是自我警徒的时候 可能不是 他是有他的 他习惯了 他什么都禁我 我有些新的 很多亲人是这样的 那时候 我会反思的 不是不可能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对 但是我一定是对 我用一个心态 其实你要自己 自己懂得去检讨 反思 很多时候很多人听到 不平 一定是烦闷或者不开心 其实每一个评语 那个不是你 每一个评价 只是那个人的见解 就是那个人的见解 他不是批评你 他是说那件事 在他人生角度 或者他的经验 去分析给你听 那个是那个见解 而他的见解 不是等于你是坏人 嗯 或者你是笨被人欺骗 可能他真的用这个 可能他真的用这个字 是 我们有位网友就留言 他就说 面对保守公司文化 或者OC food的管理层 如果用你说的 cretical thinking 提出建设性提议 去改善原用的制度 都会被人觉得你是搞事分子 被人说做开是这样就这样 试过几次之后 其实都没有人的了 唯有就shut up 这样 那我就对于这个网友 就注意 寄予无限的同情 你要记住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 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 人生是一个选择 嗯 其实有些自理明言 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而你很想去成为那件事 即是发生那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去意见那个 是 但是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已经四五次用同样的方法 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结果的时候 网友和朋友 你要去想一想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你可以改用其他方法 去表达你想要的数据 嗯 或者 你去创造自己的环境 去达到自己的境界 你想要得到的境界 嗯 究竟那些是一些 我们叫extraordinary的人 即是一些 超越一般平凡的人 喂假设 假设 假设 你如果 即是有些朋友 遇到那些公司 即是 我们有网友留言 他说 2022年 还在用200 2022年 还在用2002年的 程序和思维 是很难受 那他说 没有效率 出错率高 还要用人力物力 去复充这些程序 管理层就会说 我们制度很好 不容许有人质疑破坏 其实这些公寓桌 你会走还是不走 我就一定走 走硬